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 为着大家已经养成了这重修的时间 我向神献上感谢 这段时间我经历了上帝奇妙的赐福 我深深体会到 他的恩宠 以及他奇妙的作为 那我把今天的主题定为 让神做神 我们一同来读出埃及记20章的 21到23节 以及27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天伸脏 使埃及地黑暗 这黑暗似乎摸得着 摩西向天伸脏 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 三天之久 人不能相见 谁也不敢起来 离开本处 唯有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 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不肯容他们去 埃及人 埃及人因为法老的这个固执呢 他们已经经历了八个的灾难 那这是第九灾 也就是黑暗之灾 我们看见摩西 按照神的吩咐向天举障的时候呢 这一个埃及地就三天三夜 充满了黑暗 没有人敢离开他们自己的家 而且只有以色列的地方有亮光 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上帝 他可以控制光和黑暗 如果我们了解 其实埃及人他们信奉两个很大的神 就是太阳神和尼罗和神 那法老就是相信这个太阳神 但是如今他却看见 这个太阳神完全没有能力 我们的神却是掌管一切的上帝 接下来我们也看见 这个摩西和法老继续的这个对话 虽然法老经历了这个黑暗的事件 他虽然许可摩西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但是他却要求摩西留下所有的牲畜 让所有的牲畜不可以离开埃及地 但是我们却发现在这件事情上 摩西不让步 摩西完全没有妥协 他按照神的指示 顺从了上帝的带领 他在这件事情上不向法老妥协 在二十多年前当我还没有读神学以前 我在一家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的直属上司在金钱的事情上动了手脚 他欺骗了公司 所以我不会因为害怕失去工作 我就妥协 我就让步 我乃是按照圣经的教导 我就直接向我的大老板来汇报了这件事 当然最后的结果 我们的神赢了这一场的仗 我的直属上司被裁退了 弟兄姐妹 在工作上 在我们的生意上 我们是否会向这一个黑暗 向这个罪恶妥协呢 我们是否会因为利益的关系 或者向着这个权势的关系 我们让步呢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凡事上 让神做我们的神 他必陪伴我们 经过这一切的困难 他必帮助我们 让我这时候为你来祷告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即便面对困难和黑暗的权势 让我们不向罪恶妥协 让我们只做讨你喜悦的事 因为知道你会帮助我们 如此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Amen 欢迎你继续的下载4F的灵修档案 更深的来思想神的话 使神的话成为你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上帝赐福你们 优优独播放